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七大工地正在施工的南港区西新里长胡锡洋感受最深 呼吁北市府应该将工地地址专探等相关资讯上网公告 才能降低类似灾害发生的几率 工地内工程人员正操作的大型机具如火如荼进行施工 像这样的大型建案在台北市南港区西新里内 竟然有高达七处 密度相当高 在新医区从德街60项因为临近建筑工地造成天更意外后 大型工地林立的新西里民更加忧心 我们西新里呢 几乎90%都是工业用地 所以这次南港产专区的计划之上呢 我们里内目前已经动工的就有七大建案 七大工地 那如果再算上未来呢 即将要动工的一个都更案的话 我们里内一个小小里可能就会有10个以上的工地 同步在开工跟进行 所以事实上也很多里民也会很担心 我们小小的一个里有这么多的一个工地 会不会有类似的问题发生 那我身为里长其实也是非常的担忧 虽然台北市长角万已经下令一周内 测查全市102处工地 不过胡佳阳认为应该把工地地址钻碳的检测标准提高 同时把相关资讯公告让地方能够充分了解 这边是说你探钻的一个结果呢 是不是应该要能够公开上网 让我们至少能够让里长可以掌握到我们每一个建案 它的地址你的探钻结果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就目前为止呢 探钻结果是怎样 我们里长这边是没有收到一些相关的讯息的 那毕竟呢 你在整个都更处或是都发局呢 你的一些送绳的标准 这些建商大部分也都会以所谓的 达标就好了的一种低标 过关的一种心态 所以我觉得呢 相关的一个检验的一个标准呢 应该也要适度的提高 才能够增加我们的安全性 至于新一区天坑后续 台北市长蒋安5月15号 在市议会进行专案报告时表示 巨大坑洞已经填平 5月15号先恢复行人通行 并要求厂商加强周遭领防的安全监测 提高观测频率 一定要经过专业检测 确认环境安全无余 住户才能安全回家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市议会 针对台北市重大工程进度 进行专案报告 其中新建社会住宅部分 民众党团认为 市府报告中用租金补贴 包租贷款方式 要补足22468户的社会住宅 试图鱼目混珠 把新建跟补贴观念混为一谈 更拒绝签下持续新建社会住宅承诺书 民众党团就批评 蒋万安市长不该选前承诺 选后归缩 那今天呢 我们本党团希望能够代表所有 有这个社材需求的 这个广大的市民朋友们 请求您签署持续新建社会住宅的承诺书 台北市长蒋万安在选前承诺 推动社会住宅的方向不变 所以我们具体的请求 一 持续完成柯文哲市长内面 以规划预计新建的社会住宅 二 以5万户为目标 持续盘点整合社会住宅的基地 提出新办社宅的具体目标与政策 并将EOD TOD纳入多元取得社材方案 民众党团四位议员 拿着持续新建社会住宅承诺书 要市长蒋万安签署 蒋万安表示先收下就是不愿签署 让议员认为蒋万安不该选前承诺 选后归缩 这个承诺跟您原本在市政报告书上面的方向 跟你刚刚在我们被选的时候的答案是一样的 那我们希望说至少不要用这个含糊的数字带过 也能够给我们市民确切的承诺 这件事情应该不困难 好那张市长那你真的没有办法签署 你对我们的承诺没有关系 那我们现在在这边就要直接说 选前承诺 选后归缩 选前承诺 选后归缩 选前承诺 民众党团总召黄敬寅表示 蒋万安除了接续柯文哲市长任内的计划 也希望能够创造属于蒋市府团队的规划 应该要清楚跟市民朋友报告 简报档案中的7000户潜力户在哪里 市长你的一个社宅在两份报告里面各自表述 在两份报告里面一个是文字党 一个是简报档 专案报告的全文文字党里面 在里面写了一大堆 112年到115年 预计开工完工跟入住的社会住宅 全部都是柯市长任内的数量 第二点里面还写到台北市大型公有土地资源珍规 而且稀少难寻 看起来就好像告诉我说社会住宅不能盖了 但是你的简报档里面凭空出现了7000户 下一页 市长你对社会住宅到底有没有规划 议员 第一我们新建社会住宅的角度不会停下 我再次强调 第二 现实的状况的确在经历前任市府 从好市长到柯市长都积极盘点工有的土地资源 也的确在柯市长两任带了4000多户 而且规划中施工中 其实有10332户 那现在到我们这一任 我们也会持续这个脚步 所以预估我们在第一任 大概可以开工2000多户 完工7000多户 这当然都是历任市府 努力奠基的成果 是我知道市长社会住宅是一个延续性的政策 我相信你也应该要持续 然后你今天在这边也承诺了 持续新建社会住宅是你的承诺之一 我相信4年之后我们再重新检讨 你的这7000户到底在哪里 市长你想用租金补贴跟包租贷款来含糊带过这7000户 你知道这里面租屋黑市的问题要怎么解决吗 时间暂停 市长 因为刚刚提到不管是中长期 我们第一个现在阶段积极的盘点 第二其实我们预估在这一任内 至少我们在可运用的量能 我们希望能够有2000多户开工 然后有7000多户能够完工 我跟你说社会住宅提供的保障 绝对比租金补贴还要高 所以这件事情应该是要持续做的 下一页 进一步说明EOD的政策 包含刚刚局长有讲到的 预计的工作期程跟取得的互数 这是我要提醒市长的 这应该要先稍微来想一下 协调整合局处的团队是否已经成型 还有预算的编列是不是已经足够 这都是接下来讲市长 你应该要来思考的 下一页 市长你在今年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你说回避问题就永远无法解决问题 社会住宅就是你不可回避的问题 下一页 最后宋市长一句话 市长也很喜欢唱歌 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 所以社会住宅应该是你现在就要面对的问题 那今天在这个简报档中 凭空深处的七千户 我们很希望蒋事长可以专案报告来跟市民 努力的来承诺 或者是清楚的名列告诉大家 这六千户加上一千户的公办都根到底要盖在哪里 不过蒋事长今天拒签承诺出 民众党团还是表达非常遗憾 希望社会住宅的政策不要掉放 民众党团干市长陈又成表示 承诺书内容都是讲完过去给社会大众的承诺 也明确了解承诺书内容跟蒋市长的立场一样 却因为承诺书中归缩两字迟迟不敢签 实在非常矛盾 我们今天其实要求市长签的承诺书内容 大家从这个文字上面看起来 其实就是他过去对于广大市民 还有对于不管是朱都盟 还有所有市民朋友的期待 那他今天完全不敢签 我们其实也觉得很无疑 我们也再三的在一场上面提醒他 可以让他double check 甚至可以确认很多次 那他也仔细知道说你的内容是一样 但他一直很在意就是归缩两个字 那其实是很矛盾 因为您签了就一点都不归缩 我们只是希望说 不要在这个国民党在台北市议会 跟台北市府全面执政的状况下 摒弃过去自己承诺的政见 甚至今天的西签户有一种先射箭 再画把的这种疑虑 所以还是希望蒋市府要硬起来 我们这个题目在总执行 一样还是会继续为大家来追踪 因为我们是有看到一些 国民党的市议员已经有做了一些说法 看起来听起来好像对新建社会住宅 有不一样的一个看法跟意见 所以我们就很担心 这会不会是一个缩帖 作为他未来证件跳票的一个背书 所以我们其实为了这个 我们也希望说蒋市长能够 清签下这个承诺书 代表他真心诚意的 想要继续新建我们的社会住宅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民众党团表示 社会住宅的总户数要达到5% 才能达到抑制房价效果 蒋市府用包租代管 租金补贴方式 根本就是打脸自己的承诺 民众党团也会持续监督蒋市府 对社会住宅的新建进度 以及规划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台北市闻山区公所在猫空知名景点 每家茶园举办2023闻山茶笋节 一日茶农活动 邀请新移民朋友 以及市民到茶园实际体验采茶活动 并且品尝铁观影好茶 来到台北市闻山区猫空每家茶园 体验一日茶农 穿戴斗笠 披上客家花布袖套 背着小茶楼到茶园实际体验采茶 并听青农讲师介绍 木榨铁观影茶叶的采摘 尾雕 浪青 揉茶 及烘焙等繁复制成 品尝金黄绿色榨茶叶酥 与铁观影好茶 很开心 然后可以品到体验的 好 还有揉的过程 谢谢 很棒 太开心了 可以来再次来到猫空 来参与 身为台北市的新移民 所以很幸福 然后可以更了解当地的文化 谢谢维山区有这么好的好山好水 供应我们可以体验可以品尝 谢谢 我觉得今天就是还蛮开心的 因为我从小就就是茶叶长大 但是我只有采过茶叶 我没有参与做的过程 那反而是今天体验了之后 而且觉得 就是还蛮开心的 茶叶聚集之后呢 你可以让它像翻跟斗一样往前翻 或是往后翻都可以 或者是你要直接直上跟直下也可以 那我们手都是松松的 松松的去拌它 这样去拌它 那每一个叶子都要拌到哦 好 来 可以把你的手都不用开 也不用这样都不用 就一直维持这个姿势 这样揉 然后你也不用很忙 这样子打太急 不用我们就是维持这个姿势 很优雅 好 然后去包你的茶叶 去把你的茶叶包起来 好 来 你的手去包你的茶叶 包起来后 好 你就开始画一个圆形 欸 你们头是要记得维持 对 好 边一根球就对好 它其实用力 对 你要聚集一点 因为你看你这个茶叶都没有拿到 好 但你的手不用 你的手不用 就一直这样子 然后画一个 很难 很难 但是不用这样 就一直维持那个姿势 好 这样子 好 对 对 对 大家用点 好 你的手不用关 就是这样子 对 没错 对 就是这样 然后画一个大一点的圆形 展开了第一页 第二页 手柄一个栖 靠在你要踩的地方 往旁边折或往右边折都OK 不要往上拉 你往上拉 整个树会动 它会受伤 然后来这一次 有一星二页 中间这个一个星 旁边展个月 第一个月 手柄一个栖 它在旁边都要踩下来 这样就OK了 那有的星会比较小 有的星会比较大 所以你踩的时候 要看仔细在踩 文山区公所也邀请新一鸣 共同参与体验 冒空茶园的风景 与越南相似 感受茶文化之余 也一解思想情怀 身心得到抒压 同时在活动中 公所也对新一鸣朋友 宣导市府人口政策 判协助提升生育率 谢谢 记者文君台北报道 文山区公所日前举办感恩母亲节活动 表扬模范母亲 并且宣导市政府最新生育奖励金加倍送 以及催生助养 都更武健等新政策 期待民众更了解市政府的最新人口政策 文山区公所和礼办公处合作 在母亲节提供客家麻糊 鼠牙按摩 推拿刀疗体验 让李琳妈妈们享受服务 还有精彩的艺术舞蹈 儿童国标舞表演 加上抽奖活动 现场情分欢乐 首先要感谢我们承办单位 我跟王湘里 体办这个母亲节的一个表演活动 非常有意 也要恭喜今天 这边所有得奖的母亲 真的非常 刚刚那个赖伟有讲 有妈妈是一个宝 所以说这边要感谢所有母亲 因为我知道很多在座都没有 因为虽然只有推荐之后 但是在座还要很多的母亲 默默的为家庭 还有为子女的付出 在这边要代表市长讲话案 感谢各位 另外这边要跟各位报告一下 其实里长我们红幕里长 对于这些寓教于乐 一些活动非常热心 尤其是对于妈妈非常敬重 刚刚也有讲 8月8号他也要办一个父亲节的表演活动 所以说在这边要感谢我们红幕里长 另外因为市长从12月25号上面以来一直来推动一些政策 在里长的那个多处还有议员的那个多处之下 我们的敬老礼金已经恢复 已经恢复了1500块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另外还有一个我们的育儿期贴 以前的育儿期贴第一胎是2万 现在提升到4万 第二胎4万5 第三胎5万 希望鼓励大家可以多生育 还有多更五件 就是因为我们山区真的有一些的一些住宅真的非常老旧 希望可以透过多更五件来整个市场来整个更新 所以说市长非常推出很多的政策 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 工作也在荒木市场三楼举办模范母亲表演活动 献上诚挚祝福 让得奖母亲上场领礼品 子女孙儿来献花十分温馨 我是刘秀琴的孙女 我的外公在我妈妈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 外婆她一个人安心如普的把四个子女拉拔长大 然后四名子女后来在工作上面也都十分的优秀 后来我们孙辈出生之后 外婆也一直的在照顾着我们 到现在外婆也是我们整个家族的核心 今天我妈妈她们也是特别从台中 就是特别上来一趟就是为了帮我阿妈 就是庆祝这个模范母亲 你觉得我阿妈她真的是对于模范母亲 这个角度实至名归 我们永终的感谢我阿妈 然后也希望阿妈可以就是一直 健健康康的陪伴着我们 工作也借此炫导 市府最新生育奖励金加倍送 及催生助养杜耕武健等新政 让与会民众更进一步了解最新的人口政策 根据统计国内新住民人口数大约57万人 占总人口数的2.4% 为了协助新住民增加职场竞争力 台北市内湖区公所开办新住民烘焙丙级证照班 协助新住民朋友顺利考取丙级证照 朝自己的梦想前进 老师手把手的教导学员如何操作烘焙相关机具 这是由内湖区公所所举办的新移民烘焙丙级证照班 需要协助新移民朋友学习一技之长 并透过考取证照提升竞争力 未来更容易进入职场 区长也是希望说我们能够给新住民 他们能够有一技之长这是最重要的 然后因为要有这个一技之长 他们到时候到职场上面 我想他们可以取得先机 而且会很快的进入到职场 然后我们这次的烘焙课程 也特别安排了很有名的陈老师 然后他就是在业界上面 是一个很有名的碰饪老师 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够透过这个 我们是36个小时 透过这36个小时的课程 能够让他们学习整个秉级 这个秉级考试的整个课程的内容 课程内容包含吐司及面包的制作 受科老师陈芬强调 在安全的前提下 教导这群新移民学员 顺利的学习各种制作技巧 及器材机具操作 未来能顺利通过考试取得秉级征照 新住民的同胞跟我们的原生环境 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差异 那我们会尽量用他们能够了解 跟他们能够就操作的方式 然后去完成这样的课程 那最重要的一个点 当然就是安全 那第二个就是各项专业 机具的操作方式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最严谨的标准去进行 然后让他们除了能够得到征照之外 那当然的安全 跟他们自己的一个食品 营养 卫生 都是一个要基本具备的概念 这项课程吸引了数十位来台 多年的新移民报名参加 有人纯粹是对烘焙有兴趣 也有人希望学习烘焙技术 考取执照 未来有机会开店 一圆自己的梦想 就是觉得可以加一个知识 做个蛋糕 觉得可以加一些好玩这样子 希望就是有学到有过 有成功考过的话 就是可以就是 就是可以先去找个 有关这方面的工作这样 对 然后之后有就是有办法的话 就可以自己想要开一间小小的 这样的烘焙店 就是面包店之类的 就是想说能不能就是到时候 以后吧可以开一家餐厅 对 咖啡饮品还有烘焙的餐厅 可以朝梦想前进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导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 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或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佳集团关心您 梅雨季来临为了预防登革热 台北市环保局特别动员12个行政区 超过签名志工和市民朋友办理资深员清除日 其中信义区公所方面就在赴台公园 举办事实活动 希望有效消除病霉文资深员 让防疫零漏洞 如果有疫情的时候 这里一定会被开罚单 为什么 因为它底下可能会有解决 台北市环保局人员仔细说明 这一片绿一样蓝的造景墙面 可能隐藏着资深员 由于梅雨季节来临 雨后容易产生积水容器 成为病霉文资深员 加上疫情解封出国潮涌现 登革热境外移入病例 也增加本土性登革热疫情发生的风险 台北市政府环保局在全市 12个行政区同步举办 台北市资深员清除日 呼吁民众加强检视住家盆栽 容器及周边环境 及时清除积水 去年还没开放的时候就没有登革热 那今天一开放的话 现在已经有五个案例了 都是境外境内是没有 所以有这个境外移入的话 那我们一定要赶快把这个 我们自己台北这边这些 可能会积水容器 会资深员的话 我们一定要清除 以防它回来之后被定到 定到以后然后又把蚊子又定到别人 然后就会感染到本土 在这个下雨的时候 假如真的有积水容器的话 也恰有积水嘛 趁这个机会把它移除掉的话 就减少这些资深员 那我是要强调啦 噴尿不是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一定要把那个 会这个给蚊子残卵变绝结 然后变蚊子这种资深员 把它移除掉才是最好的策略 配合全市资深员清除日 新医区公所方面也号召各里 民众及环保义工队进行试试 除了组队进行环境巡检 也透过环保局专业说明与教育训练 让民众更加了解如何减少资深员的产生 今天这样一个世事大会 以及刚刚的教育训练 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学到非常的多 那尤其各里 刚刚也听到我们环保局说 会到我们各里来开办各样的课程 然后教导我们的里民 特别是我们现在大家 很多地方都在推广这个田园城市 我相信这个资深员的清除这一块 现在显得更加的重要啦 那现在也越来越多的里民以及里长 其实都很有这样子的概念 那藉由这样子的课程 还有我们日常的巡查 我相信可以很有效的来减少这些资深员 深渐台北市新医区 环保义工中队长的 山里里里长翁信利表示 最近因为天气逐渐炎热 加上雨季的关系 蚊虫的确有增加的情况 因此除了呼吁环保局多喷药消毒 也会挨家挨户提醒里民清除积水容器 就是挨家挨户去劝导 看到有装容器的 我们就按电影 请他们出来现场 马上就处理掉 台北市政府环保局方面表示 环保局针对全市456个里的 喷药消毒工作 从5月起每里提升为 每两个月喷药一次 不过防治登革热还是应该 以知青为主 喷药消毒为辅 呼吁民众落实居家环境清洁 和自我保护措施 才能有效防范登革热疫情的威胁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 登革热季节来临 松山区公所动员里长清洁队 健康中心以及志工义工 举办环境巡检 以及清除登革热病媒文资深原事实活动 区长邮竹萍也呼吁民众 共同消灭登革热 大家一起呼喊口号 宣示共同打击登革热 松山区清洁队长罗朝根表示 感谢松山区 各位里长以及环保志工 一起针对居家及社区周边 中庭绿地排水渠道 遮雨棚天沟等重点区域 全面清除积水 消灭区域内的病媒文 保障民众健康的生活环境 松山区长邮竹萍表示 今天正好碰到下雨 也提醒大家寻到清刷的重要性 因应疫情解封 重新办理实施活动 希望社区一起动起来 共同维护松山区的健康家园 记者林奇会台北报道 极端气候影响强降雨频繁 大量雨水瞬间流入污水下水道 会造成道路上冷孔盖气冲 危害到用路人的安全 北市府建置污水下水道电脑辅助操作管理系统 强化防灾应变能力 减少危险发生 当强降雨来袭 污水管道流量暴增 内部空气快速压缩 空气压力就会快速冲开人孔盖 北市就曾有雨量飙破100毫米 昆明街的人孔盖冲开如喷泉 索性无人车损伤 未公处因此建置污水下水道电脑辅助操作管理系统 利用GIS投资平台 整合各场站设备的即时运输讯号 同时借接中央气象局与水利处的水资勤料 预测污水下水道流量 可提前应变抽水降低管取水位 减少污水人孔盖气冲情形 这个处理系统我们希望用电脑辅助操作管理的系统 来达到即时的监控 还有做到的是防灾的预警 以及能够在操作做建议 那这个是我们等一下 未公处要介绍的 透过这套系统 我们已经示范了一阵子比较成熟了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套系统 也能够减少我们 有一些在比较下游地区的污水管道 它本身的孔盖有时候会有受到即降雨 大量的水的压力之下 让它变成有气冲 让孔盖的气冲减少这样的一个状况 近年因为即时气候的影响 所以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常常发生 那台湾虽然是雨水跟污水分流的规划设计的国家 但是因为台北市发展的比较早 所以早年有些老旧建物的内管没有分流 或者是民众的针建不接污水管 所以造成在台风好雨的时候 有大量的雨水渗入污水管里面 污水管渠比较小 所以当雨水渗进来的时候 就容易发生里面的管渠的空气快速受到挤压 当这个压力过大了就会把人口喷飞 这个就会造成市民用户安全上的疑虑 下一页 给各位看一个影片 这是107年9月8号 台北市当时的食品量超过100mm 当时也造成昆明基地污水人口有喷飞的情形 不过还好当时没有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 所以是不幸中的大事 但对这个问题我们要提出解决的方案 首先我们就被换来建设一个电脑辅助操作管理系统 那这个系统有什么好处 这个是全国第一套 只有台北市率先在做 其他县市也来跟我们一边想要学 我们接下来去做一套污水系统专用的操作管理系统 那它这个主要是结合GIS图子 可以显示所有厂站设备行时运转的资讯跟牵测的数据 然后我们也介绍中央气象局 还有我们有军水利处的那些雨量站的资料 到这个系统里面透过人工智慧去模拟推布 我们沐水管里面管局的流量 还有可能会冒水的浅市的区域 来做防灾应变的参考 那我们有三个主要的功能 就是第一个是即时监控 那右上角这个是我们有抓行证区的雨量站的降与资讯 再来是我们河川的水位 那在下面就是我们那个污水管局里面 现在目前有36个异位计的即时的水位计的状况 那右上角就是我们的苏流站 还有我们迪化污水处理厂内湖厂 还有33个抽水站 33个洋水站跟4个抽水站 还有14个节油站 所有资讯都接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做即时的监控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哪些设备是不是有正常的运转 下一页 那再来第二个是有防灾运行的功能 我们这个系统 借接中央气象局跟水地处的降与量资料 我们可以去推波 未来6个小时有可能会发生污水人口冒水 或者是流量异常的状况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提出操作的建议 我们抽点去的台数 就可以依照他建议的这个台数的方式来操作 所以尽量可以在这个台风排雨的时候 可以降低我们管局的异位 把我们管局的容量控下来 当起风风来的时候 可以避免这个人口被气冲的行星 下一页 那当然除了电池这个系统之后 我们也提出了 改善人口冒液气冲的 治标跟治本的方法 首先治标的部分 我们就是将一些老旧的框盖 把它换成符合CS规范的耐压框盖 我们首先在容易发生气冲的地点 就是主式干管 还有分管的接入点跟转折处这些 我们把它优先做更快 那更换完之后呢 改善前容易喷飞这个状况 就会变成只有在边缘暴水的情形 那这个耐压框盖它有个特性 它是有机械卡榫 当受到压力的时候 它会上浮两公分 然后它有圆椎面的设计 它会自动回复原味 就可以确保这个框盖 不会离开它原来该有的位置 下一页 如果说降雨量跟这个水位器的水位 有异常上升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方 雨污混流特别严重 我们就去办理雨污分流的切管的动作 在我们去年已经办了103处 这个我们会逐步的找出热区 逐步办理改善 卫工处也表示 未来会持续提升系统功能 检讨增涉水位器 不诸官网资讯 导入更精确的气象预报 针对每次好大雨事件经验 滚动式检讨修正系统参数 确保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为了鼓励失智长者走出户外 增加人际互动 台北市大安区健康服务中心 将在5月30号 举办失智长者五感全方位体验活动 名额有限 先抢先赢 台北市已进入超高龄城市 大安区老年人口更高达23.3% 台北市大安区健康服务中心 结合台大农场园艺分场 将举办来把圆艺场幸福之旅 失智长者五感全方位体验活动 透过听觉 视觉 嗅觉 味觉 以及触觉 五感体验 激发长者思考 在轻松氛围中产生正向情绪 这次我们这次的活动 是办在5月30号 那我们是希望邀请 就是失智长者一起来参与 就是五感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活动 那主要是因为失智长者 其实如果除了在比较严重的时候 医疗的介入以外 我们希望在前期预防的时候 他能够就是鼓励长者多参与活动 然后一方面他可以学习一些新的事物 可以就是增加认知的一个功能 那也可以延缓老化 那相对的对于他的这个照顾者 也能够减轻一些压力 这样子可以提升整个的一个生活的品质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在5月30的时候 我们就再连续跟台大的这个园艺的农场合作了这一场 这一场就是园艺厂的这个幸福之旅 那我们主要是用五感全方位体验的一个活动来进行 那主要是包括他们就是教给他们一些园艺的一个知识 还有欣赏植栽 还有闻闻一些现场的一些刮草 还有给他们一个品饮茶饮的这个部分 那另外也会教他们一些创意DIY的一个内容 健康中心的服务人员更鼓励我们所有的长者走出家门 多多的参与和参与各种活动 可以活化我们的脑力 锻炼我们腿部的肌肉 避免脑化 肌无力 更可以使我们的心情开朗 乐观 达到健康乐活的目标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仁爱院区神经内科林怡君主任表示 随着人口的急剧老化 失智者也将快速增加 在地安养已成为必须正式的需求 那我想随着这个我们人口的急剧老化 失智者也会是快速的增加 所以在地的老化跟安养一定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可以带动社会各阶层 去了解说 去了解失智 认同失智 进而去建造 建构一个比较友善的环境 帮助失智可以在他的社区环境中暗示的生活 那这样子不只是可以减轻家庭的一个照顾负担 也可以减少他的情绪波动 甚至也可以减少治疗的一个依赖 那我们知道其实非药物治疗 其实是失踪中很重要的隐患 那社交署方前是我们市联谊的这个失智共道中心 近年来积极推动的一项方案 就是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医疗单位 那跟几个这个社区的一个友善场域 机构场域的工作 那我们去办理各式的这种动态啊 或静态的各种艺文啊 运动或学习的一些活动 那帮助失智者可以更自在的参与 自在的走到社会跟社会步动 我想这样的最终目的就是希望可以达到这个 失智友善和失去共同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几次我们都跟大家 中心有一个很好的互动跟合作 也让我们可以把病人可以很顺利的转接 去参与这些社交署方案 大安区健康服务中心杨明娟主任表示 鼓励长者从生活中管理六大内在能力 可以透过简单的长者功能评估量表 了解自我功能的状况 建议65岁以上长辈或其家属 可以透过手机扫描 长者梁六里 LINE AT的QR Code加入好友 帮助长者随时评估身心状况 及早介入处理 进而延缓失能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导 AI正全面改变职场工作 学习和创作方式 由白思代关怀协会和正大数位传播文化行动实验室 主办的2023数位创世纪学术研讨会 即媒体天空论坛 5月12号以及13号两天 集结将近20位AI以及元宇宙领域产学专家 共同探讨AI时代来临将面对的创新和挑战 这次学术论坛由政治大学和白思代关怀协会所主办 以元宇宙和AI为探讨主轴 再细分为科技创新、体验创新、影音创新、 乐听创新和讯息创新等五大主题 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黄维维博士 发表了台湾社群平台重置图文合理使用论文 以民营梗图在社群平台上的使用为例 探讨是否触犯著作权法 黄维维表示 日前有三个使用梗图的法院判决案例 但结果却有所不同 因此提出论文探讨 希望社会大众能关心这项议题 正大跟白色带关怀协会今年办的2023年数位创世纪学术实物研讨会 我们今天的主题主要都环绕在元宇宙 微期两天第二天是AI 那刚刚我们下午的这一场主要谈到的就是 元宇宙跟影音创新有哪一些新的趋势 当中的合理使用 因为制作权法里面有著作人格权 也有著作财产权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跟中加有一起合作 一个元宇宙的民营梗图的媒体试读的一个真见 我们就发现说怎么同样的作品 一样的两张图 可是那上面写的文字的梗是不一样 那然后那个图其实都是从网路来的 因此我们就开始想说 我就在想合理使用 怎么会用成这样呢 那当然我们就去看了一些网路上法院的案例 就发现说有三个相关梗图的案例 发生在不同县市 一个是发生在高中生 就是开玩笑在学校社群平台 谈到说学校要提前要延后开学 那另外两个是讲到有关于公部门要发奖金 都是用梗图的方式 结果这两个不同县市的判例却是不同的结果 高中生的那个部分说他是涉及假讯息 所以被判他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 可是在另外这两个开玩笑说公部门要发奖金 因为这当中的当事人 他的一个诉求是说他的重点是要大家来看他的梗图 然后所以他用一些比较聪动的标题要引起一般网友 乐听人的注意 所以就没有成立 不认为他触法 那因此我们就是在想说合理使用到底在明影梗图上面 他到底看的是一个所谓内容的梗 还是也兼顾到图片或照片或影音的一个原版的这个著作权 那这是这篇论文主要想要关心的 那也希望说我们在未来 现在每年我们都有在办元宇宙的明影梗图媒体试读比赛 那我们也希望说不认识社会组或者是一些校园学生在做这样的一个反思的时候 尽量可以用自己原创的照片或是图片来呈现这当中的明影梗图 今天很荣幸担任评论人 正好我就是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趋势 就是健康传播怎么样来应用元宇宙 元宇宙 对元宇宙 所以就是其实健康传播很多议题是很重要 但是有比较偏严肃像长照啊 家里老人家失智症或者是口腔保健啊 那这些本来是很硬的议题 但是现在可以靠感人的故事像急诊室啊 急诊室有人车祸大家慌慌张张要抢 抢位置会甚至有黑道开枪 就有些这些就是很严肃的 让人家觉得很紧张很感叹的事件 但是现在你透过故事讲真实故事改编 或者是网红那些像白痴公主无厘头 但是就是让观众可以很轻松很轻松的去了解 各式各样像长照 或者你病人自主选择生跟死 怎么样的医疗这些很严肃的课题话题 甚至他们如果是搞笑型的是用轻松幽默的方式 知识型网红它就帮你整理成懒人包 那你加上就是元宇宙的话 它可以线上跟线下虚拟跟实体 线上跟线下活动结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 所以就是现在很多实际的案例 不管是电视或是Netflix短影音创作 都可以结合元宇宙 虽然有人觉得这个词好像现在不是最新 但是其实比较完整 它其实就是mixed reality混合实境 就是不管是虚拟实境 扩真实境 现实 线上 它其实就混在一起 就是不管是讲元宇宙 或者我们讲Chat GPT 它其实只是把影音各种 影像声音 它只是把各种的人工智能的模式 它是整合在一起 白师戴观怀学会表示 为期两天的论坛以元宇宙AI 传播地景为主题 邀请学界企业和媒体代表与会 拆解未来驱使 并从媒体和儿少教育议题切入 探讨AI及元宇宙时代下的机会与挑战 记者陈伟绍 新北报导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如果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您好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针对基隆安乐区日前发生年轻女子 被骚扰打伤的治安事件 市长谢国良跟民政处长张渊祥召开记者会说明 除了警方按照时程逐步更新监视器之外 市政府也规划出一个紧急补助方案 将紧速协助李林来改善监视器的问题 针对日前安乐区发生的女子被骚扰 并被打伤的治安事件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 透过内部不断的开会凝聚共事 目前已经规划出一个可行性的措施 来加强改善治安死角的问题 所以我一直苦想了大概一个礼拜以后 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目前的一个礼林的社区监视系统 及夜间感应照明设备的一个补助案 我们从今天开始早上我邀了七区 大部分的区长跟民政系统来一起开会 早上冤翔处长因为在被选 所以他早就知道我们这几天都在跟警察局 紧密的讨论这个案子 我们宣布我们在李林的建设经费 以及一小部分预备金的部分 我们目前拟定了初步一千两百万的补助计划 直接补助给李林长来申请 作为社区监视系统的使用 但我们也不希望是李长一个人 就决定要放置在哪里 所以这一阵子民政系统 包括区长包括李干事会辅导各里召开李林长会议 希望在有共识的一个前提 把社区应该要有的一些需要设置监视器的地点 把它提出来 所以这个心情反映到现在 特别到前几天这个女孩子被强迫的这样的行为 我们认为在基隆市应该创造更为治安良好 然后家园干净的城市 民政系统能够再一次的在疫情之后动起来 让我们的区里林透过会议做成决议 来一起做这个治标的动作 帮助我们基隆市在这段时间 警察局尚未建置好完善的监视系统之前 共同来努力 我们能够挤出来第一阶段 可是就是看这个每一个镜头的单价 因为这个警方的那种 他们是拥有辨识车牌的功能等等 一些细部的一些更多AI跟人工智慧的功能 我们这个就是个镜头 但是他其实相对的对于摄像的功能 他基本上是拥有的 甚至拥有也有一些也代表了一些 他的一些声音上面的一些录音的功能 所以他还是有功能 只是他功能不如警方在建置这治安级的来的好 但是他现阶段是我们能够现在提出相对之下 比较好的方案 因为就像我讲的警方的建置要长达五年 而且还是在近月开始 四月份开始才开始建置他112年的一个设备 大家都可以看到要建置到115年 基隆市长谢国良强调他相当重视这个治安事件 希望用最积极的态度来进行改善 加强驱离项弄的监视器 减少治安死角 快速打击犯罪 让基隆市民安居乐业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国民党基隆市党内立委初选结果出炉 前基隆市议会副议长先任市议员林佩祥 击败六年任的市议员何淑平胜出 不过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不知道什么原因 没有公布民调数据 也没有召开记者会说明 只有发布一则简单的新闻稿 国民党基隆市党内立委初选结果出炉 前基隆市议会副议长先任市议员林佩祥 击败六年任的市议员何淑平胜出 不过因为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不知道什么原因 并没有公布民调数据也没有召开记者会 只有发布一则简单的新闻稿 将由林佩祥代表国民党争取2024立法委员 迎战民进党现任市议员张炳君 以及其他政党参选人 对此林佩祥强调将会全力以赴 赢得立委胜选 佩祥现在的心情就跟当初 刚刚当上副议长的心情一样 诚慌诚恐 然后一定尽全力以赴 佩祥这次参选立法委员初选 那现在获得提名权之后 准备参选明年一月份的立法委员大选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倾听 我们全基隆市市民的声音 然后把基隆市市民的声音 带进国会 带进中央政府 基隆过去不是没有立委 但是基隆过去八年的立委 没有好好的帮我们把基隆人的声音 带进中央政府 代表我们基隆人的心声 佩祥会尽全力走访基层 倾听我们所有人 人民的声音 然后在交通产业 跟国际关上面 帮基隆加分 让基隆变得更好 这场立法委员的选举 选的不是过去你的作为 而是未来你要做什么 过去佩祥很努力的 在四年的议员任内 推动了两条跳蛙公车 安乐暖暖 就是希望让我们的通勤族好朋友 能够比较轻松的 早点回家 早点回准时上班 那在未来佩祥也会尽努力 继续在议员的身份上面 发光发热之外 也会在国会 想办法帮我们基隆的通勤族 让他们早一点回家 早15分钟回家 至于对手 佩祥不予置评 包括市议员韩世玉等 多位党籍议员也在市议会开议时 当面工贺林佩祥也为他继续加油打气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已经进入夏天 为了因应接下来的台风季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反映地方民意 争取市政府都发处公园管理科 5月15号开始 为六堵科技园区诊断工件路 两旁的230颗行道树 适度修剪 为期14天左右 也提醒临停道路两旁的车辆特别注意 适时挪车或是留电话 方便联络 施工人员开始用各种器具 修剪樹干枝叶 已经进入夏天 为了因应接下来的台风季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反映地方民意 争取市政府都发处公园管理科 5月15号开始为期14天左右 为六堵科技园区诊断工件路 两旁大约230颗行道树 适度修剪 那因为就是因为台风季节即将来到 那因为这边的民众反映说 因为这边是工业区 那这边的电感又非常的多 那因为这个路树这个主体 主要这个整个分支非常的茂密 已经严重到这个 已经影响到这个用路人的安全 包括这个整个树干有点过高 它就是会整个在那个电缆 电缆上面都会接触到 所以担心会有危险 所以我们特别请工业科 要针对这230颗的这个 整个这树木要做整个大修剪 那就是主要是用路人的安全 还有这边住户的安全 那行道部已经妨碍到 我们的路灯光线 造成整条马路灰暗 如果可以这样修剪好的话 让整条路都明亮起来 非常对我们这边旅民很有帮助 也是我们离这边 匿民很多在反应 所以这个是对地方 整个環境看起来 会很明亮 主管单位市政府都发处公园管理科 也提醒林亭在道路两旁的车辆 特別注意 适时挪开车辆或是留电话 方便联络避免车子遭受损坏 对原则我们从5月15号开始 我们至少要14天左右的时间 那我们在这边周遭两侧的 那个临停的车辆 希望就是说 尽量在早上8点到下午4点半之间 我们在这边执行 那请不要再停在这个附近 那如果真的有需要临停的话 务必请留下电话 那我们好通知移车 然后避免说我们在执行公路的时候 造成你们的车损 由于树叶枝干茂密 许多都和电线路灯穿梭在一起 因此施工人员修剪起来 也是战战兢兢 同样的修剪速度也就不会太快 预估大约两个礼拜左右 才能全部完成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下一集 请订阅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钱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物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要查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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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集团关心您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清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大家好,我是睡美人 108年度各类所的扣面角及鼓励评单申报期间 自109年1月1日起至109年2月5日止 扣角义务人挤付各类所的开立之扣面角及鼓励评单 可透过网络方式办理评单申报 不受时间空间之限制 一经上传成功即完成申报程序 省时又便捷 大家记得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 下载各类所的评单资料申报系统软体哦 有人在吗 救命啊 您好,我是足迹总处的统计访察员 政府透过每月人力资源调查 掌握就业与失业的状况 作为施政根据 我是访察员 请支持人力资源调查 你有一个从小住到大的家 你想跟孩子们保留着温馨的回忆 但你知道这个房子该做补墙了吗 民国88年以前因法规标准较低 因此房屋耐震能力较弱 尤其是棋楼挑空 顶楼有家盖等同众搅轻的房子 地震来时可能造成底层破坏 内政部营建署提供私有建筑物耐震阶段性补墙 最高补助220万元 补墙做得好地震少烦恼 好像打开开关一样 大幅进步 可以清楚诊断每个同学的需求 教育AI 英才网 开启台湾数位学习的契机 见证一段全新的师生关系 分享快乐与自信的秘诀 英才师教 英才网